为推动城市运动风气 花联市公所举办第一届花联市长杯全国的网球锦标赛 吸引了150多位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同场较劲 而市长魏佳燕表示他上任后 积极推动各项运动赛事 期盼透过比赛促进运动发展 也以运动城市为目标 要让更多人到花联来享受运动观光的乐趣 花联市公所举办第一届花联市长杯全国网球锦标赛 吸引来自全台各地有150多位的网球好手报名参加 市长魏佳燕表示他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各项运动赛事 期盼透过比赛促进运动发展 也以运动城市为目标 要让更多人到花联来享受运动观光的乐趣 今天办理市长杯比赛 其实今天看到那么多的选手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有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突然下雨的关系 未来这边也跟主办单位我们协会说 未来有下雨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延赛 也希望能够将我们选手的安全摆在第一 在这边未来花联市公所会在更多的单项活动 我们会希望更多的选手或是外地的选手都来报名 运动观光是我一直大力在推举的一个政绩 未来也希望说有更多更多不一样的活动 都能够在花联来举办 那我也会大力的来支持 第一届花联市长杯全国网球锦标赛参赛选手 年龄层横跨了老中青三代 年纪最大85岁 还有很多国小组的孩子来参加 比赛分为团体壮年组 团体社团机构组 乙组双打个人赛 长青组双打个人赛 松博组双打个人赛 西秀组双打个人赛等六个组别 除了花联本地之外 还有来自台中、桃园、台北、宜兰各地 超过150位软式网球好手以求会友 也趁机来花联体验花联的美好风光 接着会幻视报道